台灣的能量萎縮 就好像一個人的體重減輕了 你怎麼去拉很重的東西呢 把台灣經濟比喻成 拖不動的大卡車 前經建會主委一啟名 批出口會五連衰 根本就是方向錯誤 用舊投資來帶動舊出口 你像中國大陸自由貿易試驗局 它一開始啟動以後 就吸引了大量的投資進去 這話真的越說越酸 點名出口政策錯誤 不就是直接打臉當今的執政者 無論外界怎麼罵 即使人在國外 馬英九總統還是要強調 自己很努力拚經濟 甚至凌晨一大早就打給毛治國 還說韓國都已經準備好 幾千億美元要救出口 要毛治國快快拿出辦法來 那你自己如果很瘦弱 那麼體質不好 我想任何一個小的風吹草動 不要說台風 那可能你就崩盤啦 企業家忙喊話 只是外銷訂單海外奢產比重 從1999年的12.2個百分點 到2014年增加到52.6% 換句話說台灣賺的外匯 真正在地生產的剩下不到一半 伊勤明左批馬政府又替解決方案 但回顧2008年伊勤明擔任經濟部長任內的政策 隨著批簡直是五十步笑百步 不問哪些錯誤 應該做一個總檢討 不是頭痛於頭腳痛於腳 隨著點名沒有新產業就沒有政策牛肉 要吸引廠商回台根本不可能 我們台灣有什麼樣的產業新的產業政策 能夠吸收吸引這些廠商來台灣 回來台灣投資 看來要有經濟特效藥恐怕難期待 東三財經新聞陳和平 許鴻超綜合報導